三国史上最无知愚昧的谋士 连续坑死两位主公 导致历史改写 要说哪段历史最多奇才奇人 就要数三国 权力之争云翻浪涌 要站在权力的最尖端 就必须需要尖端人才的辅佐 三国素有前期看国家 后期看孔明之说 唐朝胡曾赞周瑜 烈火西楚魏帝旗 周郎开国虎争时 骄兵不假归常见 已破英雄百万师 更有巡御 田丰 司马懿等辈 让人佩服不已 睿智的谋士深入人心 可今天小编要说的 却是一位愚昧无知 害死大国两代的谋士 就这么一颗老鼠屎 竟然把历史给潜移默化的改写了 这位令人扎舌的谋士是谁呢 他就是当时三国 第一大国主公 袁绍的谋士 郭图 此人非但没有尽谋士之本质 还起了反作用 袁绍两父子都深受其害 不过话说回来 也是和袁绍少 谋犹豫有关 接下来就给大家 讲几个重要的坑主事件 一 措施良机 曹操上位 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一代枭雄 邪天子已令诸侯的事件 使他的名头闻名于天下 可是事先动这个念头的 却是当时东汉 末年第一军阀元绍 元绍的谋臣举授 向元绍提议顺大事所为 去挟持天子 利用天子的威势 照令汉宪帝旗下的诸侯 随之收割更多的地盘 因为当时袁绍 已然是最大的军阀割据 实力非常强悍 邪天子已令诸侯 只会是上上之策 可是袁绍身边 有郭图这一角色 郭图却极力反对 认为假如把天子请来 只会是化蛇天族的多此一举 因为汉朝已经没落 各入诸侯 也不会再听命于天子 且会让我们服从命令也不是 不服从也不是 里外不是人 袁绍本就犹豫的性格 被郭图这么一说 自然就选择风险较小的一面了 因此措施良机 曹操上位 一代枭雄 运运改写 二 鲁莽行事 民心尽失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说了是专业坑主的郭图 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建安四年 看似尽头十足 强势无比的北方 最强诸侯袁绍野心勃勃的 想继续南下攻战 把曹操打倒 确实 拥有几十万军队 并且连战胜利 看起来胜算十足 但是一场场的战争下来 身心俱疲的百姓们 只想好好休息 没有士气光有数量的军队 如何能获胜 举兽之次 便再次向袁绍提暂停攻 休养西 自由 民心得下 郭图似乎就爱跟举兽作对 举兽说东他说西 不但反对举兽的意见 还做挑拨离间之计 大力支持袁绍 出兵征伐曹操 暗中说举兽的坏话 袁绍本就被胜利 冲昏了头脑 在被郭图这个忠臣一说 自然就马上开战 并且削弱举兽的兵权 著名的关渡之战 随之开始 关渡之战袁绍的惨败 令人唏嘘 一边为袁绍感到悲哀 一边为曹操感到佩服 到底是曹操太厉害 还是袁绍太轻敌 还是郭图 在关渡之战的关键时期 郭图再次发挥他的坑主精神 袁绍也一如既往的相信郭图 这就造成了大将领 张和的进攻曹营时的惨败 这还没完 郭图还继续尽情诬陷 把一切归咎于张和 使得张和对袁绍心寒不已 便投奔了曹军 张和的投奔向是 推倒了阿诺米骨牌 袁绍最终竟惨败于曹操 三 内斗 生乱 引狼入窝 郭图坑完 爸爸就去坑儿子 袁绍因为关渡之战的惨败 而悲愤死去 他的儿子袁绍做了接班人 而袁绍的另一个儿子袁绍 则因为郭图的各种馊主义 两兄弟发生内讧 你要知道 家都平不了 何以平天下 一个国家的稳定 首先就要内部的正潮稳定 内斗一旦开始就是 在损耗国家的元气了 这更加导致援军伤上加伤 血上加霜 在这场内斗的天平 逐渐偏去袁尚时 郭图再次发挥他的作用 竟然建议袁坦与曹操合作 组一个联盟 共同对付袁尚 这真是令人气愤的天真 阳入虎口 已成定势 曹操自然不会放过 这难得的机会 不用多久 便把袁氏兄弟彻底解瓦 袁氏几十年的江山大业 都被曹操一吞而下 喳喳都不胜了 大好前景的袁氏 就被身边大大小小不靠谱的谋士 一点一点的败掉 一代英雄袁绍也悲愤而死 实在是令人唏嘘 每日更轻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